TURIO NURA 用力更加深入 以保障效果 每个新设计的镜头 需要搅拌超过200千个厘米 十几年前的话 中国面对的挑战就是缺芯扫屏 可能现在大家都提到更多的是缺芯 但是从来没有提这个扫屏这件事 一开始出来的折叠门手机 其实各大品牌都是超过1000元美金 经过过去4到5年 就是整个上下游 所有这些供应商 在材料上面技术的升级 跟一些创新 后面已经把目前折叠门手机 在2023年手机的售价 现在已经降到平均大概400到600 所以这个其实在对终端消费者上面的 需求升级就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刺激 像九点瓶刚刚出来的时候 可能每个月只能卖到3%到5% 然后现在可以达到总体的20%的销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需多多28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